北台大豪雨突擊造成許多地區交通中斷 大豪雨突襲蘇花公路台九線 112.3公里 9公里附近 周日下午發生土石坍塌事件 大量土石崩塌造成土石流覆蓋南下車道 交通一度中斷 5号下午北台湾下起大雨 许多地區都淹大水 蘇花公路台九線大量土石翻覆南下車道 而大雨也將土石沖刷下來 造成車道阻斷 直到4點半經過搶修之後 才全面恢復同車 福隆地區也是大雨不斷 讓前來遊玩的旅客壞了性質 大雨讓福隆地區 許多來遊玩的旅客被打擾了行程 與是更讓民眾受困火車展 宜蘭南澳地區12小時累積 雨量總共85毫米 福隆地區則有104.5毫米 皆屬於大雨等級 出門除了要帶傘也要注意自身安全 記者綜合報導 從左邊滾南直播 封茮 五尺 启嚏